小白选音箱第二集 我研究了一个半月 发现音箱的水太深了 我估计没有一个人敢打保票的说 目前就这款音箱最适合你 而不是别的 一千预算选A 两千预算选B 三千预算选C 别的都不用选 没有一个人敢说这样的话 我看了网上大量的视频文章 包括评论 国内外的都看过 大部分都是商家或者是经销商 要不就是软广 参考性一般 都是各说各的 音箱这个品类 相比响卡要选择困难的多 比如你选响卡 直接4080或者4090 玩游戏直接4K60帧 全高特效直接拉满 也就一万左右 再比如手机 选择也很简单 找一个最新款的iPhone 直接Pro Max拉满 也是一万多块钱 选游戏机也简单 PS5、Xbox、Switch 还有Steam Deck 全收集也就一万多块钱 但是音箱可不是 音箱万元以内听了响 我不想再研究下去了 作为小白真的耗不起 比如 杰式的2.1PMH 这款音箱在国内有正规代理 价格是3000块钱 但是如果你去亚马逊买 2000块钱 它还有一款叫PM不带H 好像是老款 我感觉挺适合我的 在亚马逊只卖1000 价格是PMH的一半 但是在国内没有代理 那问题来了 同样是杰式的2.1音箱 一个老款一个新款 价格差一倍 它们的区别大吗 网上没人说 再比如漫步者的S301和S201 这两个都是2.1的 价格也差了一倍 一个是800多 一个是1600 区别大吗 那这四款都是2.1的音箱 区别大吗 没人说 评论都没人说 看来买的人还是太少 上个视频 有人给我推荐 罗技的一款5.1升到的 2000块钱 带工放 还支持PS5 很好 但是官方旗舰店的销量 不是一就是零 这种销量我哪敢买 虽然我很想买它 网上更是没有评论 全是官方稿 再比如 最常见的 2500左右的价位 尊宝的C705PA 漫步者的A80 还有漫步者的S3000 还有惠位的D300 GBL的305P 还有香蕉猴的B5 都是2500块钱左右能拿下 而且都是2.0的箱子 有的是4寸 有的是5寸的低音 它们区别大吗 谁都听过这些箱子 这种人估计很少 而且能说得出来真心话的 估计人更少 所有的人都是各说各的 作为小白根本没法选 更何况这些都是有缘音箱 如果再把无缘音箱拿出来 我找了一个便宜的 满缘声色的 算是山寨或者是杂牌 国内小作风做的 据说物料还是不错的 声色满缘的5寸的 音箱价格是1300多 再加上一个1000块钱的供放 也是2000多块钱 和刚才说的那一堆 2500块钱的音箱相比 区别大吗 一个是杂牌 一个是名牌 国内的名牌和国际上的名牌 价格一样 谁对比过 作为小白没法选 我拿我前一阵的选路由器的一个案例 结束这个视频 当我选一个路由器的时候 也是网上找各种视频和评论 200块钱的一堆毛病 500块钱的很多毛病 1000块钱的2000块钱的 网上抨击他们的就少了 可能用户就少了 但是价格高了 自然功能就多了 毛病缺点就少了 但是我选来选去 最后选了一个300块钱的 因为经过我的各方面研究和调查 这个300块钱的非常适合我目前这一两年的需求 结果买回来之后 还真是符合我的需求 也没高也没低 咱并不是说花不起那1000块钱 而是说这300块钱够我用了 如果我买了1000块钱的那个路由器 有700块钱的功能我用不到 而且这700块钱的功能 它还在发热 还在耗电 而且它体积很大 占用你更多的空间 你用不到它 那只是满足了别人对你这个产品的认可 鞋输不输 只有脚知道 路由器我研究的算明白了 但是这个音箱水太深 不选了